基本步法主要是发球后小碎部的调节站位 和发球后抢工小碎部的调节站位为主 所以小碎部的调节是在乒乓球步法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发球之后的抢工有两种步法 一个是正有发球之后的抢工 还有一种是反手发球之后的抢工 正有发球之后的抢工主要是 首先发球站位准备好 发完之后脚底下要有一个电路的移动 稍微微小碎部电动 然后电动完了之后两条腿要稍微斜一点 这样更有利于正手抢工 然后反手发球抢工的是 跟正有站位是不一样的 因为反手为发球抢工是要两面上正反手都可以抢工 所以反手为发球之后的抢工是稍微站平一点 两条腿站平中间在中间 两条腿中间 这样正反手的抢工就都比较合适 感谢观看 正手拉下拳的步伐就正好结合上刚才发球之后的站位 正手拉下拳的步伐就是首先翻完球 刚才讲过就是翻完球之后站位稍微斜一点 然后搓到中间的球 右腿先往后撤 然后整个人的重心再往前蹬到左腿 然后正好有一环源的动作 这是整个一个正手抢工的一个翻完球还原掌位进攻的一个步伐 反手拉下拳就正手抢工不太消逢 因为它站位是跟正手不同的 主要是两个脚站比较平 重心往中间站 下面我做一个示范 请大家看 这种搓球有两种 一个是上短球 一个是搓长球 上短球呢 主要是首先右腿要跟上去 然后动的不要太大 主要是用前臂和手腕 这样可以把球搓的弧线比较低 线路比较短 所以动的不要太大 第二种呢是搓长球 就是对方发过来的长球 也可以搓过去 就是说这个步法 不要像上短球一样 稍微往右走一点 两条腿站位可以稍微斜一点 但不要往前插得太多 动作可以加大 因为这个球不可能会搓的比较短 所以要搓长一点 动作就要加大 把动作就是说搓的舒展一点 这样球就弧线比较低 线路就比较长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